因為他常常會叫他prank 就是惡搞他嗎 我剛好跟Dee的講話就是講prank 這麼embarrassed嗎 你這樣搞得我有點awkward 其實掰掰沒有用 欸手上是當時你抽的籤嗎 有沒有考慮轉戰網紅 到底是不是身上有點臭臭的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D咖的璇集 先掌聲歡迎一下我們的大來賓滴妹 耶 大家好滴妹 我們今天聊的幾篇文章都是 針對你量身定做的 我們現在看第一篇好了 這個來自閒聊版的 佩服每天都要喝手搖飲的人 那這個原PO表示呢 他好幾年沒喝手搖了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的這個 國人堂攝取量上限表示 你如果一天喝一杯700毫升的全糖珍珠奶茶 含糖量將近62公克 你如果一天喝一杯 你就已經超過每日的上限了 更何況就算是半糖 你如果再吃零食也就超過了 何況是那些每週每一天都要喝的 欸D咖的你是真的喝全糖 我不只喝全糖 我會喝全糖再加糖 全糖還可以再加糖 但是大家近期越來越注重健康跟養生這件事情 那我也就是有點被身邊的人影響 然後加上很多客人跟觀眾都會說 喝多糖不太好 就擔心我 然後我就會讓自己慢慢減量 半糖 半糖只減了嗎 微糖不行 微糖會喝的有點 不太開心 就是說你喝水啊就是求了那個療癒感 對 就是那種被甜治癒的感覺 那Leo你呢 我覺得可能是我跟我剪接的工作有關啦 因為剪接我覺得蠻騷腦的 所以呢有糖這時候可以讓我覺得 煎起來不會那麼厭 是蠻快樂的 還有差就是因為每間飲料店的珍珠煮法都不一樣 假設這家是用比較甜的黑糖去煮 那他的飲料可能就要直接可能微糖或是無糖 這樣打起來他那個甜度才剛好 那我們想問一下就是 再睡五分鐘的伴娘本人 你覺得你有自信喝得出你家的奶幹嗎 當然啊 自自你別太誇張 我以為你喝不出來 我們要剪掉嗎 我以為你要說什麼 喝不出來就道歉 跟員工道歉 好啦我們先上來看看好不好 他真的要出來 要出來要出來 你的五感將被我們扣掉兩感 來來來來 他受到 我們讓你走火入魔 你都在一起上訴 對這個厚度應該是我的 那個舞上名聲 他如果拿著這一杯 然後說再睡五分鐘 哇靠我這什麼路啊 你可以往上拿 對對對 大對決啊 哇他真的只喝奶蓋耶 不是 不是 好 神之蛇啊這個 哇 還是出現了疑惑 要不要先hold著 好 不是 哇 呃 bus 這是不是 提不得 空氣在你 Ved 我覺得 這是我們一通 哇 太猛了 我覺得最強的是他只要喝得出來 他喝過我這一杯耶 他完全躲貨我的圈子 他沒有見到陷阱欸 他在發表言論的時候 很像是那種 八排關你知道嗎 就是說 黑頭A 我想來看一下專業跟不專業的差別 你是不是說你可以喝得出來 可是我又覺得如果 如果你們去喝這個 他滴妹喝過 我覺得他好委屈喔 那滴妹可以嗎 我們讓烈人喝看看好不好 你對哪一家最熟悉嗎 我覺得我對其中四家都蠻熟悉的 好啊那我跟你講 你就哪一個男的 你就喝完之後告訴我這是哪一家的 哈哈哈哈 我挖洞子也自己跳了 請上座 好 你竟然是五杯齁 你要很有禮貌的喝茶 一大口 等一下 你整口是不是 這麼渴嗎 對啊 我們錄節目先生 我喝起來了欸 他在乾杯咧 有點像我喝 五十蘭的珍奶的味道 哇 為什麼 第一天成功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不會是我們的新鎮中速出位 真的假的 多嘗個兩下還真的給你嘗出來了 我心裡有一個答案 但是我想再喝看其他醬 對不對 這個超濃欸 濃啊 濃上加濃 所以你到底要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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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有百分之七 八十的機率 應該會是 再睡五分鐘 你要先keep這個答案 好 這是第四杯囉 這家應該是Poco嗎 哇 來來來 最後一杯囉 喔 那這什麼味道了啦 唉唷 起司味啦 所以 如果你剛剛 有看過那個檯面上的 那個杯的話 這應該是 什麼起司機機那個 馬肚子 哇 好扯喔 那你二跟三還沒有決定嗎 剛剛二跟三還沒出來 你還有要再喝哪一杯嗎 不然你還是 第三杯第三杯再喝一次 第三杯再喝一次 應該是再睡五分鐘吧 哇 掌聲鼓勵一下 你居然已經全對了 你全對欸 你真的假的 你好猛喔 這個第三眼睛喝那個 氣泡的明年後實然是差很大 聽起來說你真的也是喝蠻多的 你看像 光伍子蘭 Coco 他們就像你老朋友一樣 那個就說 又見面了 手機的味道 又見面了 我認識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卡友留言啦 那個B49就是說呢 可是當了社畜之後 每天給我動力 支撐到下班的就是那一杯飲料 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對於手搖茶的看法 你覺得台灣人真的很愛喝手搖嗎 好我們來看下面一篇文章 來自感情版的貼文 我跟弟弟這些行為太親密嗎 那原朋友是一個姐姐 他表示呢 弟弟的女友因為一些行為 而引發了一些爭執 簡單來說呢 他弟弟有個女友嘛 然後呢 那個女友很吃他跟姐姐的醋 就太親密了 欸等一下 漫漫有 哥哥嘛 你有哥哥嘛對不對 我有哥哥 你有哥哥 我有弟弟 然後我剛才知道一件很驚人的事情 你有哥哥啊 金哥哥 對啊 有啦我差七歲啦 喔差七歲這麼多 七歲差滿多種的 要打他家人都不能有什麼隱私 你知道嗎 因為他常常會叫他prank 就是惡搞他媽 你看我跟弟弟講話就是叫prank 因為他們每次整個人都會說 我跟哥哥有個prank 所以你是真的有哥哥 所以call out是真的call out的道理 你不要再講 沒有啦 我這裡有一個Big Brother Big Brother I was like Can we stop this right now 你這麼embarrassed嗎 哈哈哈哈 你這樣搞得我有點awkward 哈哈哈哈 好啦 好啦 我不管你有沒有哥哥 沒有我真的有 到現在我還是半信半疑 但Leo你跟你哥哥是 也沒有到這麼親密的 欸 我哥是一個很孤僻的人 跟我哥一樣 他就是 平時你要跟他聊天 他都是臉臭臭的 但是他對家人算是 算大當 比如說我們出國的時候 他還付出機票錢什麼的 可是他對我其實是蠻利色的 就是比如說 啊哥哥就是 我想要買房啊 哈哈哈哈 你會贊助我 你會贊助我 我會說 欸 我弟弟叫了你哥哥 叫了這個30年 你也沒什麼朋友 你就叫我這個朋友 你還不贊助一下你弟弟 你這個弟弟很有問題 欸 我媽私底下都跟我說 弟弟啊 你要好好巴結你哥哥啊 你哥哥啊 不想結婚啊 然後呢 他也沒什麼朋友 他以後那些都是你的 哈哈哈哈 你不要為你做節目 真的啦 我媽就這樣跟我講啊 你不想笑家人 要好韓劇喔 我想說他嘴巴上不想幫我 但我相信有一天我親愛的哥哥 一定會幫我這可愛的弟弟 你一定會不可愛 你很可惡 我覺得我跟你們遇到的狀況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跟我弟是極度的客套 就我很喜歡關好 那你對你弟不是感情很好嗎 我跟我們以前感情好 可是他自從他去新竹之後 就是我們不住在一起之後 我們的對話就會變得很客套 弟你身體還好嗎 我沒事 陰性 對對 好喔 這種他不會超過五個字以上的回覆 回話的時候都是以效率至上 喔 那你確診的時候你弟有關心你嗎 有 他就說哥你還好嗎 就這樣 可是他也不會有任何多餘的情緒 弟弟怎麼會賺錢 你要 哈哈哈哈 那我覺得 哥哥想買個房 我關心我弟真的不是為了那個 哈哈哈哈 他的弟弟的女友呢 因為這件事情跟他 這個姐姐吵架 那是發生什麼事呢 弟弟幫我撥蝦 OK 先講一下 這個弟弟小時候去外面喝喜酒的時候 就已經會主動幫家人撥蝦 就已經幫姐姐撥蝦 所以只要有蝦子的時候呢 姐姐都是直接拿給弟弟 然後等他撥好之後再拿給我 那這點讓他女兒不高興 那你覺得兄弟前面幫我們撥蝦子 會too over嗎 不會啊 我之前會幫哥哥撥蝦 因為想說讓他吃方便一點 但是後來他就說 不用不用不用 他就是會用筷子 然後自己把那隻蝦子給撥掉 然後你一包當初有撥蝦 然後男生會生氣嗎 不會 我們是各自撥蝦 第二件事情 我生日弟弟送我花 生日送我花還好嗎 我覺得 我覺得好浪漫喔 我覺得有點多欸 我會覺得因為 這東西有點 對我來有點情人限定嗎 如果比較多的手足 就是可能哥哥送妹妹一雙鞋 就是都是禮物 禮物或蛋糕 實用型的 就是禮物蛋糕 而不是意識感的東西 我很好奇 如果你哥跟你吃飯 他要點蠟燭 也說是個珠光晚餐 對對對 他要賣一件事 可能就是要幹嘛 不要整人了 再來下一個 我弟穿我衣服 他有幾件專櫃的衣服 買了之後很少穿 然後弟弟就跟他要 這種大家能接受嗎 可以啊 真的可以吧 那如果是穿他捷的內衣的話 那我可能不能接受 T-Shirt吧 可能比較oversize 是oversize 那用弟弟的浴巾 姊姊用弟弟的浴巾 可以啦 這哪有不行 我會有潔癖上的考量 除了潔癖之外 可是因為我自己一家也是都用 你跟我弟弟弄同一條浴巾 你用浴巾的時候 你會 就是 聞一些浴巾的區塊去 去賣蛋的時候 沒有啊 誰會啊 你不要好 我有跟你共鳴一樣 不是 什麼啊 沒有啊 不是我是說 你可能就會去 你想要插 他沒有插過的地方 那一塊布的某個部位 好像是 好像是他的肛門 喔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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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啦 這哪會 會吧 不會 不會 你現在會這樣來回插 我表哥就這樣插 這樣插 你這樣怎麼插 這插什麼 所以我 但你怎麼會知道你表哥這樣插 那小時候一起洗澡的時候 我們是兄弟表親戚 三四個一起用一條嘛 然後輪到他說 他就這樣來回來了 所以我就 每次用同一條浴巾的時候 我都會先聞 哪一塊有肛門附近的味道 我就會把那一塊拿掉 然後用剩下的這樣去 他這樣錄應該全部整條都是啊 沒有 真的會有一個味道 來我們剛聊到衣服嘛 來下一個親密的行為是 好來這個我就覺得可討論了 弟弟開車的時候姊姊坐富甲石座 這個還好 但這個狀況是怎麼樣呢 他弟弟載姊姊去買東西 那因為開的是姊姊的車嘛 所以就弟弟開了 然後姊姊坐富甲石座 然後去接到女友的時候 這個時候姊姊沒有下車 去讓座 換位 你剛剛講的那是姊姊的車 對姊姊的車 那更沒有立場說話啦 他的車他怎麼就拿到坐哪 喔 那如果今天不是姊姊的車呢 大家有覺得有必要 你還要下車 也沒有關係啊 是誰先坐就坐了嗎 那換了換就馬上 那我覺得這是一家人了 為什麼要這樣計較 因為我有的時候也覺得 用來是效率至上 你還要下車然後換他 我也是效率至上 對 如果女友因為這樣生效 代表說我們以後變成一家人 也不能好好相處 你這天晚上就這樣嗎 對啊 就這適樣嗎 對啊 他就是覺得這些行為 真的太親密了 對 我們來看一下一些卡友的留言 B3就是說 你和你弟的正向互動都很正常 他女友比較怪一點 卻你弟快逃 他女友感覺控制力很強 而且很物質 歡迎大家跟我分享一下 大家覺得 兄弟姐妹怎麼樣的行為 會太親密 好我們來看下面貼文 我是草莓族想創業 那袁寶表示呢 他是一個碩士畢業生 依照著所學去科技公司上班 那薪水不錯 這壓力很大又要加班 加上一直動腦 真的很壓抑 那後來呢 反正他就離職了 因為雖然在家放假幾天很爽 但也很廢的罪惡感 但又不想要回到辦公室 一天12個小時工作 雖然自己賺的 加上家人願意給的成年禮的戶頭 大概有300萬 感覺可以出去揮霍個幾年 但是這樣好像還是不知道 未來要的是什麼 所以他想要在台北開一個 可能咖啡店啊 或者飲料店之類的 不求賺大的錢 只想為了自己的店工作 也許那種工作會比較有動力 因為是自己的可能 掌控性的比較高 或是就是 可以比較任性的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覺得這個原PO他比較特別是他 手上有蠻多資金的 那在這個前提下呢 其實他是可以這樣子任性做 但是他後續 他的效益 他要怎麼樣增加他的營收 他會有人事的開銷 設備 店面的維護 裝修 然後看他是否要斬電 那這都是他後面要考慮的東西 但是如果他就是只是單一一個店 他想要就是顧好他自己的小天地的話 那我覺得是非常足夠的 我會看一個統計就是 台灣人熱門的創業排行榜裡面 那種攤販型的以外 最熱門的就是飲料冰冰業 所以你為什麼當初會選擇這個題目 當初其實也是想了一下 因為那時候我做Youtube 就是跟哥哥一起做Youtube 然後後來就自己出來做 因為大家好像蠻喜歡我的 勝過於我哥 勝過於我哥 就那時候哥哥也很鼓勵我 就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大家如果要創業的話 也可以只是思考這一題 你應該要找一個 跟你自己本身標籤 非常的強烈 能夠連結在一起的來去做 開飲料店之前 我就很喜歡喝全糖珍奶 然後我就很常拍珍奶相關的影片 然後那些影片都有破百萬次的觀看 所以我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了解到 其實我的觀眾是喜歡看珍奶跟我的 這樣子的連結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是開一個飲料店的話 這個連結又更深了 那你覺得Leo是從什麼意義 今天對他的認識 你覺得他一個說我什麼意義 這真的很顛覆想像 他有地緣的關係 我其實剛剛不知道為什麼腦中閃過的 第一個念頭是按摩店 好適合喔 其實蠻適合的 對啊 我感覺他的店名會讓我爽翻天之類的 爽翻天 對啊 啊 宜蘭嗎 怎樣 你濕的嗎 濕的嗎 不是不是 不是濕的 民宿 民宿老闆 其實我那個東西 以創業來說 通常是自己家裡有房子的人 才會這樣做吧 可是你是嗎 我不是啊是租的啊 那你怎麼會想要從民宿開始啊 那我是在台東啦 台東就是說租作民宿背包客棧 然後因為背包客棧的成本其實蠻低的 背包客棧 但我租的房子算是蠻新的透天 有基本能剪裝的 所以我大概再簡單弄一弄 其實沒有花很多成本 因為他會有外國客 下定說他不會直接給客人的連過資訊 客人呢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來 9點10點還沒來 還沒見到人 我一定要守在那邊你知道嗎 然後我要問客服 他又是轉接上海專線 然後上海專線要再問客人 然後再從上海專線轉回來 超級飽 超飽 對所以也是做的才知道 哇好多妹妹的感覺 那你的英文有變好嗎 你要用英文介紹花東的景點 我就會說歷史也是太重 我們有這個米台木 你都知道為什麼是米台木 是Russ 我說Russ noodle 是Russ noodle 是泰東的食物 OK 你會做美同嗎 有名的吧 Bestible Fa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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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做一年就收掉了 收掉的原因是因為跟房東吵架 因為房東後來想要把房子收回去 不是你經營的不散 對 他發現太好做 他就覺得他想要把我拿回去自己做 畢竟房子是他的 他就每天來亂你 你就會覺得 好的 他就開始粗粗丹丹 那時候還年輕 你也不知道他怎麼去處理 你說趙合約去走法院嗎 我就自己的處理不來 這個細懷想說算了算了 反正也沒什麼虧到錢 就懶還給他這樣子 對啊 我真的走過這一招 很累 真的很累 我們看一下卡友一些留言 他B5就是說了 要開的話 建議你先去當員工看看 不然實際 你也先去認識一下那個產業 是不是你真的喜歡的 不然可能你真的做進去之後 你錢不知道怎麼賠的都不知道 歡迎大家跟我分享一下 你對於穿越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文章 那滴妹最後我們有什麼話 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再次五分鐘 想來我們已經三週年了 我們三歲了 對 然後我們今年的最大的一個主題 就是 你的療癒 讓我們也來延續 那這三週年呢 其實有設立了一個很特別 很可愛的一個主題 就是 兩季樂 就是遊樂園 在店內都會有不同的 跟遊樂園主題相關的活動 然後還有就是因為三週年了 所以我們一直都很想要幫小咖 就是我們那個小小樹來的吉祥物 增加一些新的朋友 到時候三週年會搶先推出一個角色 然後他的名字叫做 Dr.Brown 他是他的朋友還是男友 到時候故事就是會再慢慢的跟大家講 對他是有故事性的 好啦我們今天感謝一下滴妹了 謝謝 就恭喜你們三週年了 謝謝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個要求的群集 我們今天聊的文章呢 都會在影片的下方資訊欄 有文章的連結 那最後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謝謝滴妹 謝謝 掰掰